就是东西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就像假的了 这个我太喜欢 好漂亮 画面里面的六种颜色分别是 青白 碧玉 白玉 墨玉 黄玉 糖玉 市面上出现的比较庞多的 分杂的颜色种类 就是从这六大类里面细致划分出去的 今天就聊一聊碧玉 碧玉是以颜色来划分种类的 碧玉的产地 可以有新疆 然后鹅料 还有加拿大 台湾 但是不管哪里产的比喻 我们最好的是来源于鹅料 首先看到最浅的这块 把这种颜色称之为是瓷白 它的特性就是肉质特别的细腻的颜色浅 然后再看这个 这种颜色称之为是粉青 跟瓷白的特性是一样的 也是非常细腻的 然后这个粉青完了以后 我们再说说粉绿 它跟这个粉青相比 是不是粉绿的颜色更亮 粉青的颜色更沉一些 倒是没有说哪一个更好 这个主要是看爱好 然后橙色还是要看油性 这种它就属于是一个两色相间的 底下带了一点点瓷白 偏浅色 上面这个带了一点点黄色的这种感觉 放在以前的话 其实并没有一个相对应的颜色名称 只不过是现在嘛 大家为了这个销售方便啊 直播间用词用的文艺一点 所以起了很多各种各样的名字 实际上也就是深一点浅一点 仅此而已了 然后这个叫做鸭蛋青 它跟这个粉青了相比较的话 鸭蛋青的颜色绿色会偏少一点 然后这种青色会偏多一点 另外提一点啊 这两个没有哪一个比哪一个好的啊 主要还是要看油性的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菠菜绿 菠菜绿是这个碧玉里面最老牌的一种颜色 最早期我们的标准呢 就是菠菜绿的标准 因为它的颜色特别浓郁艳丽 再看这个啊 这个在市面上大家可能称之为是阳绿吧 其实我认为啊 这种颜色也就属于菠菜绿的浅一点的这种感觉 你要论它的优劣品质啊 我们还是要看油性啊 细腻度呀 这些的 这里面我最喜欢的是这一块 我喜欢它的点在哪啊 这个鱼跟猪子之间有猫眼效果 而且这个猫眼跟肉质之间是无缝连接的 没有过渡线 很自然的就过来了 背地里面你看啊 它有一种湖水的绿色 而且极为纯洁 就像是假的一样 就是东西好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就像假的了 这个我太喜欢好漂亮 这个叫如鱼得水 那说到了猫眼啊 我们就不得不提 碧玉里面大多数以颜色来划分种类 但唯一一个以结构划分种类的就是猫眼了 我手里面这块呢 是一个猫眼的一个蛋面客户的东西啊 不是我的 大家可以看到猫眼其实顾名思义 就是从每一个角度观察呢 它的这种颜色是不一样的啊 它有这种属于猫眼独特的折射感 就很璀璨是吧 有眼花缭乱 这里有一个指示点猫眼通常情况下啊 不会特别绿 意思也就是说啊 它猫眼很少出现在菠菜绿里面 那我们再说说它的产地吧 我们刚才说到了额料是碧玉里面最好的嘛 是吧 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加拿大碧玉 品质很一般啊 我给大家看一下如何辨别吧 来我们看一下我手里面的这只手镯啊 就是加币的手镯 加币有一个特别特殊的点 就是挺好辨别的 它这个表面呢 有很多类似于像青苔一样的色块 这种色块在额料里面是没有的 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硬性指标 蛮好辨别啊 如果要是图便宜的话 倒是也可以考虑买来玩一玩的 我们再看这只手镯 这个被我们市面上称之为叫做苹果绿 只不过呢 这个苹果绿的颜色是相对于较浅的 其实苹果绿啊很难戳干净的 大家买那个苹果绿的吊柱 会发现上面有很多种小坑 它的目的就是要挖掉这些黑点 而且现在苹果绿也特别贵 比较虚 我不是很推荐苹果绿这种东西啊 因为它的价格跟它的品质并不相符 那最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新疆的碧玉 这是一个紫料的碧玉 你看满毛孔的 这边是黑色的皮 转过来呢 它是绿色的肉 新疆和田鱼紫料的碧玉啊 通常情况下就是这种品质的 它的颜色是比较深的 然后块头也不大 而且新疆的紫料啊 带的黑点特别多 我们打一下光 带了好多黑点啊 为什么说额料的碧玉是最好的 很明显吧 人家就是最好的 没办法 当然了我们不说绝对性质啊 因为你不管哪里都会找到好的 排除绝对性质 我们只说普遍现象 那还有一种料叫做马纳斯碧玉 也是我们新疆的 马纳斯碧玉从这个表面观测呢 它跟这块紫料颜色特别像 然后黑点也这么多 但是呢 油性不如这块紫料 其实在我来看 马纳斯的碧玉 是碧玉里面最差的 在市场上找了一个这个 马纳斯的碧玉给大家看一下 可以看出来 它这个料性是特别干色的 品相真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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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它这个上面是刷了油 要是不刷油的话 你看它品质就很不好 今天关于碧玉的 咱们就聊这么多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要再提醒一次 金箍戴上之后 你再也不是个凡人